普羅米嘟嘟飛龍欸 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精華 我是老頭歐歐的美 今天歡迎回來普羅米修士的這個方舟世界 那上一集我們抓到這隻快樂馬 以及我們上面這隻看起來很霸氣 但是卻又很弱的暴王龍 然後呢 我們其實陸續還有很多隻的新恐龍還沒有遇到 這次改版的都蠻多的啦 那基本上就是遇到 遇到一兩隻 其實整集就差不多結束了 那一定也會有人好奇為什麼我的影片要這麼的短 應該不是說這麼短吧 是要這麼的維持到15分鐘左右 我個人是認為如果太長的話 我覺得怕觀眾看了會疲勞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就連我自己有時候看一些影片 看太久也會疲勞的一樣是意思 你懂嗎 就是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講欸 這個是我自己的感覺啦 那我想說濃縮到15分鐘至20分鐘 這是一個很合理的階段 就有點像是你們在看平常電視台的卡通 電視台卡通也是20分鐘左右就結束啦 喊廣告在裡面嘛 通常是半小時嘛 那通常廣告也就是兩三分鐘 然後之後就切回來原本的卡通那個頻道畫面嘛 對啊那一樣也是20分鐘左右啊 所以說老頭每部影片基本上都是維持在這個時間點差不多 啊 15至20左右啦 有時候可能更短可能只有12分13分啦 啊 就是為了讓你們就是 吃飯時間可以看也爽 啊 搭車等待的時間看了也很爽 就不會太長 那至於那些直播紀錄檔的話呢 老頭就是想說 把遊玩過程放在上面 就是做一個紀錄 你們想要看就拿去看 等到你們說老頭你怎麼沒有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我就直接把紀錄檔貼給你們 你們自己去看 就代表說是一個里程碑 就代表說老頭搞過了這款遊戲 所以我搞過了它 所以說不要再問我有沒有玩這款遊戲了 這是給自己做了一個紀錄 所以說呢 今天是10月1號嘛 10月中會出邪靈入侵2 我一樣是會用這種方式 沒有意外的話啦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啦 或者是會變半小時一集也說不定啦 主要是看點擊量 如果點擊量夠的話就半小時一集 讓你們慢慢看看個爽 好不好 那就先這樣啦 那我們今天先到這裡 沒有啦 好啦今天我們一樣也是去外面探索 那去外面探索的話 我要先 對齁後來我才發現我這隻快樂馬它 這隻快樂馬它是可以 可以進化成飛行階段的 的那個型態 我還覺得蠻酷炫的 我當初上一集說我不知道這個是什麼東西對不對 然後後來有觀眾講說老頭這個是會飛 然後後來去查英文字 真的是會飛 像上面寫說飛行馬 普羅米修斯飛行馬 還真的蠻屌的 然後這個是閃電馬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力量 力量馬 力氣很大的力量馬 這樣講好奇怪喔 算我不管了 好啦 反正從而言之我們就讓它進化 我們這個核心我們今天有11個了 老頭一收集了一下 做了11個核心出來之後 我們的藥水在哪裡啊 哈囉 我們的飛行藥水去哪裡了 在這裡 好了 它可以進化飛行模式了 好啦 不要不囉嗦喔 GO 其實我剛才也廢話蠻多的 還廢話不囉嗦 講一堆屁話 然後觀眾呢 老頭你可以不要一直講廢話嗎 怎樣 我就是喜歡講廢話 啊 怎麼樣 怎樣 林伯就是喜歡講廢話如何 喔有沒有 那到時候它進化之後呢 它的鞍會直接被吃掉 我們 我應該有預備一個鞍在這裡吧 呃 我另外一個馬鞍在哪裡啊 沒有在做就好 這邊還有一個 然後我們來看看進化變什麼樣子 好是不是要配一下那個 數碼寶貝進化 登 登登登 登登 登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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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笑喔 欸 你要去哪裡 你給我回來 快樂飛馬 欸它全身白色的 好像斑馬喔 那它這樣子應該就會飛了吧 好像顏色型態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然後這附中又歸零了 還好我沒有特別去練它 欸如果再讓它進化一次快樂飛馬會怎樣 第二階段嗎 會不會變第二階段啊 來我看你怎麼飛 欸 哦 gosp 喔有了有了 哇 喔 要飛上青田 上青田 可是它這樣好難控制喔 要怎麼讓它落地阿 按空白鍵還會慢慢地緩緩緩降落 按C鍵 召喚 我們 我們的嘟嘟鳥大軍不見了 太過分了吧 咱們嘟嘟鳥大軍就這樣走啦 這樣不U啊大大 他只要吼一下 沒有嘟嘟鳥大軍了 表示想念 哇 是這樣子飛的啊 怎麼跟我想的不一樣啊 我還以為他會長出翅膀之類的 你知道嗎 這樣實在太可惜了 怎麼這麼可惜啊 啊 你說 為什麼沒有長出翅膀 而且還比較慢欸 我個人還是比較傾向於去騎那個十九獸好了 我們去騎十九獸好不好 我本來是想到說今天就騎這一隻去外面找新恐龍 結果 怎麼這麼的遲鈍啊 還真的蠻遲鈍的欸 我個人是覺得蠻遲鈍的啦 我在猶豫要不要用這一隻騎啊 而且我還蠻好奇他現在又可以再進化 我再讓他進化第二次會怎樣 會不會真的長出翅膀來了 好不好我們要有實驗的精神 在實驗精神之前呢 我們再去做一個 再做一個馬的鞍好了 在哪裡 這個吧 對 因為等一下他會被吃掉 反正我們現在身上的 我們身上的核心還蠻多的嘛 對啊 飛行的這個Magic這個也很多 好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好了 再讓他進化一次 欸會不會再進化當機啊 千萬不要啊大大 你進化當機我可會摔桌子喔 沒有啦 唉再讓你進化一次 欸核心我丟了嗎 沒丟 還可以欸 我覺得我先存個檔先好了 我以防萬一 OK存好了 我怕當掉 這很恐怖 來吧 應該是不會有什麼變吧 我個人是這麼認為啦 反正就實驗看看吧 純粹好奇 純粹好奇 然後他本來是80 80等現在變85 我剛剛幫他點一下配點 馬爾進化吧 又開始了 Yeah 歡迎進入第二階段 有嗎 這樣子 還是一樣啊 幹 你這樣子有什麼差別 沒有翅膀 沒有雞翅膀 沒有變欸 變為78等了 哭哭喔 所以說他只是轉屬性而已啦 沒什麼太大差別啦 缺點是 你轉其他屬性 他就會變成初始等級 通通都要重配了 好不好 就是轉身的意思啦 從零開始啦 從零開始的概念 然後他的怒喉呢 也不會召喚 我們可愛的嘟嘟鳥了 好吧 好啊 那就這樣子啦 我們去外面找新的生物吧 好 事不宜遲 我們醜了 我們還是騎著我們的 石舊獸吧 啊 沒來是沒有能夠代替飛行生物的恐龍 實在太可惜了 來 我們這次要去哪裡 我們來看一下這次有哪裡可以去齁 呃 沙漠地帶我沒有全部完整的逛完 紅樹林上次看過了 呃 右上是哪裡欸 其實我忘記了 算了我們去沙漠好了好不好 我們去沙漠看一下好了 你要跟我卡盾喔 盾滿大的 啊 來了來了 還好這次沒有盾很久 把血條打開 拉到最長 來地毯四搜索即將開始 一樣啦 如果我們有看到什麼 我們就把鏡頭抓回來給你們看囉 先這樣啦 掰 OK 各位兄弟們 我們回來啦 還記得我們上次在沙漠遇到的 星紅都督霸王龍嗎 沒有錯 我們現在找到了他最初始的版本 好 我們這種就是可以抓的 星紅版本是沒辦法抓的 然後那邊又有一隻BOSS 不要理他 那隻會反傷 我們打不贏 我們就來抓這一隻好了 好不好 這凸鷹在幹嘛 走開啦 不要鬧我啦 凸鷹哥 不要自不量力好不好 凸鷹 有沒有看到下面那隻 左下角 我們直接拿望眼鏡給你看好了 看見沒有 這一隻呢 就是可以抓的 我們之前遇到的都是星紅版本 你幹嘛啦 滾 自不量力 咳咳 我們等一下就等一下來一發 超級麻醉 他就直接被我們抓到手了 好 我們先把這邊清一下 嘖 這邊的敵人需要好好的 嘖 需要好好的清理一下齁 清算清算 好 這樣就不會煩我們了 OKOK 來來來 你看不會動有沒有 呀 BABY 入手入手 嘟嘟爆龍龍入手 太帥了太帥了 阿阿阿阿阿 來吧 成為我的夥伴吧 有冒油 哇 可是我好像沒有做他的鞍耶 看樣子這麼帥氣 他的鞍的話我有沒有做啊 嗯 這個嗎 欸不是這個 欸 這個這個這個 我有做我有做 然後他是可以進化成火焰的 這是火焰吧 Power 這是火焰的 然後這是雷霆的 這是力量的 進化成三種 好 那我先讓我們這一隻 在這裡 算我先把他帶回家好了 先送他回家 我們來玩一下我們的阿根廷 欸不是阿根廷 我在講什麼 我們來玩一下我們的都督霸王龍齁 呀 欸可是如果讓他進化成 紅色的一定也很帥齁 我們剛好身上有材料 可是我們的鞍只有一個 啊好糾結啊 為什麼我們只有一個鞍 太可惡了 算了我們晚點再讓他進化好了 我們先來試一下威力 他的右鍵是什麼 怒濤 C鍵是什麼 這邊居然有神器可以拿欸 太扯了 居然上古神器藏在這裡 焦土大劍 我們拿到了一個Skin 我們有焦土大劍的Skin了 這個Skin是焦土大陸的產物阿 居然在這邊出現了 那我們來試試看 焦土大劍就長這樣子 好 就裝模作樣而已阿 OK 我們看一下C鍵有什麼 C鍵沒功能 他也都普通咬集而已喔 8000多 8000多 他的威力也不知道有沒有跟南方一樣強阿 如果有的話直接去單挑那隻BOSS就好啦 搞不好還打得贏欸 那隻BOSS在那邊 前面有一隻普羅米的 複傑龍 慢慢來慢慢來 那隻血5萬 是還是54萬阿 答案 咬下去2萬多不行阿 這個攻擊力跟這個血量 完全都不優 我們沒有鞍阿 不然就 就能直接單挑說 咬 早知道多被妥一個鞍 讓他進化成這個了 火焰增加燃燒傷害 那燃燒傷害 可能可以把他燒死也說不定 太可惜了 來 來 他這邊的東西實在太豐盛了吧 力量 碎片 這個阿其他我都不要了 好吧我覺得我先把他帶回家 我們來做一個鞍讓他進化之後 我們來單挑他一下看看 看打不打得贏 其實我還蠻想看的啦 來 我們先回家 誒誒誒圖音不要來 再見 沒理由 沒理由他傳走我 我沒有被傳走阿 走開啦北七喔 連鞋子都來了 這太危險了 等一下我要在這邊蓋一個傳送門 等一下還要傳過來 我先來蓋一個傳送門先好了 這個傳送門叫做 沙漠二 好 先回去 等一下再過來這個地方 唉唷好擠喔 卡住了 來來來來 我們再做一個鞍齁 我們先讓他進化好了 讓我們再做一個鞍 他的話我想一下喔 哪一種比較好阿 火焰是 據說是 持續燃燒傷害 但是我沒有看過力量耶 力量是整個 唉唷有啊我看過阿 那隻金剛哥哥就是跑到我行的阿 好像燃燒傷害會比較強喔 那我們把他進化成紅色的好了 既然材料這麼多 我們就不用客氣了 來吧 那我們再去做一個鞍 不知道打不打得贏 來做個批敵 做個單挑看看 他的鞍在哪裡阿 材料不夠阿我天阿 要纖維 有了 你準備進化了大大 還行嗎還行嗎 你要進化成火屬性阿大哥 你行嗎你行嗎 要做好鞍在哪裡阿 算我們先看他進化長什麼樣子好了 應該是全紅阿 就是 整個羽毛藍色變紅色 有沒有 果然 好了 先別亂動 好 別亂動喔 我們的鞍 剛做完的鞍在哪裡 唉唷 我笑一跳 我想說我的 我的 我的東西被吃掉了 這邊 威力如何阿 哎呀負重了 真的是 看一下他的技能阿 他這樣子進化的話 十一劍一樣沒有功能 又有劍 又有劍 變成紅色土 土焰了 其他功能一樣沒有用 剛剛咬一下是兩萬多嘛 那現在咬他呢 八 蛤 八仙爐 到底有沒有阿 我怕到這隻完全是廢物耶 好啦 如果他是廢物我也就算了 好不好 你就只能變紅色阿 對不對 好啦 幫你撐到沙漠 我知道會被死掉耶 不管了 為了部落 選擇五萬四而已 算什麼 先右鍵燒一下 好 忘記了 他無視魔法傷害 咬 我要咬不回來 我還被反傷 呃 是可以啦 但是我覺得我受傷更嚴重耶 而且這要咬好久喔 我靠 我中傷了 他跑回來了 NO 我的藥水在哪裡阿 在這裡 快點課 咬一下就八千多 反傷八 反傷九千 別玩了阿 痛喔 要死了喔 大大幫忙一下 咬不贏阿 而且我快要死掉了 趕快補一下好了 太誇張太誇張了 他還追來 他還追來 哥不行阿 這個不行阿 這個哥不行 我們趕快逃離這個地方吧 再見了 editors oh 要死... 看來只有南方哥可以跟他批底啦 ㄟ 南方哥幫忙一下 南方 哈哈哈 哎...我們叫南方激衝幫忙一下好了啦 單下傷害一定超高 ㄟ...為甚麼 沒有以往這麼痛啊 以往的傷害呢 我的怒濤對他有用喔 繼續繼續 沒那麼好打的耶 會死啊 耶 怎麼那麼難打啊 怎麼跟以前不一樣了 不行不行 我南方巨鬆要死掉了 他是要被燒死的那種 我們先回去 怎麼會這樣子啊 為什麼回不去 這王八蛋也追來 我上次是怎麼贏的 哥 上次是怎麼贏的 我卡住了 好啦 各位兄弟們 剛剛玩到後面表現 玩過火了 玩到當機去了 所以說呢 老頭發覺這次更新之後呢 南方巨獸龍居然咬不贏他們了 所以說這次老頭呢 硬生生的就直接讓我們這隻 很強大的南方巨獸龍 進化成力量型南方巨獸龍 好不好 我看咬一下攻擊多少 22萬 好不好 這22萬傷害我就不相信沒辦法啦 好不好 右鍵呢 怒濤 怒濤顏色也變了 全部都變成力量型的紫色 西鍵沒功能 好 我就不相信我這樣子還打不贏 來 我們就會找那隻boss單挑 好 我們要復仇 不過 因為剛剛當機的關係啦 所以說呢 我那隻進化成那個 呃 火焰型的嘟嘟暴王龍 已經退化成原本型態 然後那個 傳送門沙漠2也不見了 因為當機所以直接回溯掉了 好 所以說我們現在只能徒步開始尋找 找到了 來來來 這應該打得贏了 我就不相信我現在打不贏你 來啊 血多少 我忘記拉一下血條了 五萬四嘛 一樣嘛 呃 傷害高喔 呦 這個很可以喔 呦 打得贏了喔 又見了 呦呦 這個很行 不過回血回太快了 我來不及矯正 這個距離 完了 撐得住嗎 不行 我會死 我會死 我們剛剛應該要連續咬才對的 現在這種狀況不太適合 而且重點是很難抓得到點 會死嗎 要贏了 撐住 贏了 有了 趕快趕快 欸 我要死 我要死了 趕快趕快補血 欸 我真的要死了 啊 補補補補 喔 還好還好 撐得住 撐得住 欸 怎麼現在這次咬死BOSS 不會有那個特效啦 而且他給我什麼 我剛剛沒注意看 我剛剛只注意看我有沒有死掉 掉什麼東西給我 蛤 等一下 這個BOSS 什麼東西都沒給的感覺啊 是有噴這個嗎 他有給什麼 手套嗎 還是什麼 還是給這個 我真的還不知道他給我什麼東西 我沒有注意看欸 不過好像還蠻弱的東西就是了 手套我記得我已經有了啊 對啊 我已經有了啊 好吧 算了 不管了 這次BOSS的這個 擊敗特效沒有像以前這麼的強大啦 以前還可以播一段BGM有沒有 你勝利了這樣子 現在沒有了 而且打死他地戰包包也沒了 好吧 那就這樣子了 酷酷喔 感覺給的東西超爛的欸 算了 不管了 欸 那邊還有一隻 好吧 既然都這樣子我們再單挑吧 把他殺掉 這隻血太多了吧 等一下 這隻為什麼36萬啊 差太多了吧 我估計我會被反死欸 乾 不行啊 這次打不贏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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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死會死 幹 怎麼那麼難打啊 大大 不是這樣子吧 大大 先逃代說啦 怎麼會有個 一個300等人在那邊啊 這樣不太對吧 欸我要死了 還好 吃這個補回來了 算了 下次再找機會看有沒有辦法把他解決掉吧 或者是用我所有的恐龍去圍毆他 把他圍死看看 下次再把他圍死吧 今天先到這裡了 好吧 那麼今天這個影片就先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怎麼會有飛龍 不是吧 我們來看一下 普羅米嘟嘟飛龍欸 欸有新再聚了有新再聚了 算了沒關係 我們下一集再一週啊 我們今天先在這邊結束 下一集開場就在這邊開場 我們下一集在這邊開場 好不好 真的時間太長了 我們今天到這邊為止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角格訂閱右下角格 喜歡歡迎下方留言是老頭 我們下一次方舟 普羅米修師生人就要再見了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